我觉得这样呢 哎呀 我觉得这样呢 如果我们先确定三个房子长老 然后用长老来选出自己屋子的人 大家同意的举手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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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戏有戏 可以 再给大家五秒钟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 这个就成立了啊 行 五 四 三 二 一 成功 好 隆隆了不起 它事实上承载着组织和领导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分寸感这个词很重要 在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她是很有担当 还有责任感的一个人 而且很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且很愿意去主动解决问题 好 当老 好 毛髓自建一样 毛髓自建一个长老 我申请当一个长老 是哪个屋子的 是什么营养 我选择新 我可以当长老 有人还想当长老吗 站 你站起来 你是一个长老 我 我是 我是新来的能当长老的 可以 站起来 你可以 再一次 三个长老 行三个长老了 三个长老 我代表我们新人 新人 新人 好 好 好 我为什么会站起来做长老呢 因为我有想要成为室友的人 我想跟谁一个人 我想想 我想想啊 现在的话我觉得 跟你俩我觉得 目前 对 我选周一维老师 孟子一老师 同不同意 好 王全军 老江 我同意 行三个人了 我选徐志涨 好 我 我同意 我选 我强烈反对这个做法 咋了 他们六五零已经完全跑到一块去了 我反对老人没人选 他已经感觉到威胁了 到最后没人选他也没人选我 张国丽 咱俩霸演了 咱俩走了 这样 妈 妈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那这样 我就可以许这事 行吗 行吗 这还可以 哪儿我选你 弟弟咱俩关系完了 啥 上次掉到水里你也不救我 这次选你也选老头 不是 我摘心 你不要去骨仓吗 你来不来吗 我同意的条件就是必须得有丹丹 我不去 你丹丹不去呀 你丹丹 他不去啊 啊 那我也不去你那儿呀 你早说呀 哎呀 你远谁 哇 你就失去我了 王坤 你 哈哈哈 我可以选大股大股仓吗 因为丹丹老师想救大股仓 没人要 啊 想熬呀我 熬熬呀 别以为我没人选 我选辣木 彤昱 我我去我想去捕湯 我 好 行行 但娘娘 我我俩加人敏 然后加娘娘 乐情 曾和 嗯 弟弟舞 辣二 学不学吗 五个人咱们 好嘞 想 结束 还记得设置No Push的初衷吗 尊重个人意愿 解决终端分歧 实现共同满意 但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一次期待中的自主共识实验 以失败告终 好在雾明曼也用自己的方式 解决了问题 解决了问题